哈嘍 官官 我們今天呢 大陰天出遊喔 我們來到哪裡呢 左手邊寫了四個大字 相逢部落 相逢部落是在我們埔里 欸 其實是在仁愛 啊 都可以 埔里仁愛雨池的交叉點中間的一個 露營區 豪華帳篷式的那一種 到底有多豪華 等一下我帶你們來看看 那我們今天選到的天氣呢 也算是一個 蠻陰的天氣喔 各位你們看上面 那邊居然有迷霧喔 只要隨時 濕漆再重一點 雨就直接下下來 好 走 話不多說 我們直接出發去露營區 看一下多豪華 這一次呢 是我第二次來到相逢部落 上一次是應我們柳哥的邀請 然後我們來陪友喔 這一次換我受到邀請了 我也帶柳哥來陪友 那柳哥現在已經入住帳篷裡面在休息了 從我們那個剛剛相逢部落大門口 這樣走下來呢 看得出來其實他是有在做整理的 旁邊的花草樹木啊 都沒有那種雜亂無章的感覺 而且我們剛剛還有拍到有很多的蝴蝶 在翩翩飛舞喔 真的是要有不錯的生態 才可以保留這麼多昆蟲啦 小動物啦 說到動物 等一下後面還有一個很神奇的動物 是他們新養的寵物喔 我們走下來這邊呢 這個叫A區 在導覽圖上面的這邊 就是A區 可愛動物區喔 但現在可能他們在做一些枕邊 所以來到這邊呢 不要懷疑 我們就是來拍這個的喔 蓄謀已久的錄影 如其而至的快樂 當然快樂啊 人家請我們來玩 天氣再不好 都要笑喔 來喔 我們離開A區 就走下來到了B區喔 B區是一個帳篷區 蝴蝶就在這裡啦 有沒有看見 超多蝴蝶在飛喔 我們不要去打擾他們 這都是他們自己的家喔 當然 如果你花錢的話 後面那個也會成為你家喔 各位看得出來吧 我身後呢 就是我們的豪華帳篷之一 等一下我們要來介紹一下 帳篷內部的裝潢 那我們旁邊這邊呢 有很多的造景喔 那因為現在天氣不好 所以有很多的傘啊 他們都是沒有打開的 不然平常如果是晴天的話 這個景呢 是蠻適合打卡拍照 很像在遠離塵孝的地方在度假 那這邊他們有一些造景 都有些小巧思 像這邊的垃圾桶 白色呢是豬吃的喔 然後黑色的是豬吃的會死喔 就是讓你知道 這個可能是豬雨 這個可能就是垃圾喔 打開看一下裡面 哇塞 這個鐵桶如果豬吃了 真的會死喔 很乾淨 剛剛才開放入園而已 順著那條路走下來 我們會來到C區喔 C區現在是名符其池的 可愛動物區 之前我們那些雞呢 他們說已經送到花蓮去了 那我們現在有新的 比雞還要大隻的動物喔 在我的後方這邊呢 有一個籠子喔 這個不是孔雀喔 這個是小鴕鳥 他們看起來很怕我喔 然後我也蠻怕他們的 我怕他們會突然給我動一下喔 那我們不要打擾他們 哈囉哈囉哈囉 欸哈囉 他 被我召喚過來了 我們還是不要輕易的接觸 他們男女受受不清 他們隨處可見 都會有這種小涼亭喔 之前來還更多 我們現在看到下面這個石磚路啊 上一次來的時候 全部就是一個很大的帳篷的一個長廊 那也因為天氣不好呢 所以我們就盡量不要去做 因為他是濕的喔 但夏天的話 絕對是要來這邊打卡拍照的 他們這邊有很多植物呢 都要小心喔 是非常堅硬的喔 像這樣子 喔呦 照顧的非常的硬挺 肥料加的非常的貴喔 果然是豪華露營區的植物 不一樣 我在講什麼東西 走啦 可愛動物區離開之後呢 我們接下來看到這一個 他們不是帳篷喔 這個地方是服務台 他們會有櫃檯人員在裡面 幫你辦理入住啦 或者是一些退房的手續 當然你有任何的問題 都可以來這邊找櫃檯人員 跟他們洽詢 這邊有高爾夫球車喔 這邊裡面 園區裡面的移動呢 大部分他們都會用高爾夫球車 因為其實園區不算小 我們服務台的下一區呢 這應該是 這是第一區 這邊數個樹中間還有吊床喔 天氣好 一定要吊 這個第一區啊 你看到很多的帳篷喔 這邊算是一個 大部落 這邊我算一下喔 他有六個帳 如果你今天有親朋好友 可能十幾個人啊 你們可以一次包下一整個區 在這邊狂歡喔 因為他這邊還是可以有 室外的座位啦 還有草皮啊 可以自己帶一些運動 可能足球啦 還是什麼的來這邊踢 應該是沒問題 那我們剛剛從上面走下來 他大部分的帳篷呢 都是這種比較像 一般帳篷形式 就是三角形的這種帳篷喔 他其實還有另外一種房型 我們再去下一區看一下 他們這邊這一條道路 我目測大概應該有個 200公尺有喔 我們還沒有到盡頭 沿路都可以看到 是真的有在整理的喔 環境非常的輕優 當然這附近呢 也的確沒有太多的住戶 還有商家 所以幾乎就是來到這邊 就是一個室外桃園了 這裡面呢 我們一泊四十喔 有吃的 有喝的 還有酒喔 全部都包了 你只要付錢來這邊 車子直接停在外面的停車場 走進來 一切完事 包你有一個快樂的假期 我們現在來到這一區是一區 這個就是房子型的囉 我們上一次就是入住這個 我還記得喔 我應該是住在中間這一間 是嗎 算了 反正我們就是住在這邊 這邊就是一個 自成一區的小天地啊 理論上這邊 12個人左右的團體來這邊直接包下這一區 也很嗨 這邊到晚上的時候又是另外一個景象 他們會把園區所有的照明燈全部都打開 還有很多那種裝飾燈啊 整個營區呢 會變得非常的漂亮 我們現在來到了這一區是 欸 富嗎 有很多體驗區喔 不管是網美拍照區啦 還是 射箭體驗區 現在沒有射箭的 現在是飛福體驗 雖然下雨 偷偷帶你們來飛福體驗一下 飛福體驗區 後面有三個把喔 可以找你的親朋好友隨時的來玩 喔 我就跟你講我以前可是 算了 直接進入射擊的環節 朝著前面那個把呢 好好的射出去喔 喔呦 再來 哇塞 今天先不玩它 這邊就是一個真正的大草園區了 他們這邊設施其實還有蠻多的 之前我來還有一個 露天的大浴缸可以拍照 不過現在游泳池上面沒有太多玩具呢 我記得之前來好像還有小小的 滑水道之類的 那這邊現在改提供這種 把水吸上來的這種水槍喔 喔這個 哇 打水仗必備神器 應有盡有 自己來挑 但我們現在沒有人跟我們玩呢 我們就以為會全身濕了 算是一種BUFF 下雨天呢我們也要愛乾淨喔 這邊的 喔呦 這邊的洗手台呢 除了非常的有造型之外 這邊還有一個小可愛 這邊有隻大蝸牛在這邊當造景喔 不過它應該是火的啦 我們不要打擾它 哈囉 祝你有一個濕深夜 哎呀 一直在下雨啊 雨越下越大 我們越介紹越發喔 我們上面這邊是餐廳喔 等一下再來介紹一下 我們現在介紹 帳篷裡面長什麼樣子 各位我們的帳篷好了 我來看一下 喔開燈了 喔裡面有什麼呢 裡面有一個女人喔 哈囉 這是今晚的陪睡喔 嗯 這一次入住的這個房型呢 是一個兩張雙人床的房型 誒這邊補充備註一下 不管你的帳篷長什麼樣子 裡面全部都是兩張雙人床的房型 那裡面設備呢其實應有盡有 該有的冷氣一定要有啦 然後其實日光呢還滿充足喔 你們看我畫面這樣拍出來就知道 燈光的照明非常足夠 然後旁邊不知道為什麼有一個這個頑皮豹的椅子 就頑皮豹嗎 不是 不是 不是頑皮豹我在講什麼 所以它是什麼 一個叉叉螃蟹 這邊到處都會做這種小巧思喔 來啦一進來我們就直奔吹風機 吹風機只要OK 你的老婆就會滿意 哇塞 這個風聲不得了了 風量夠了啦 嘿嘿好久不見的浴缸 這個浴缸很大喔 兩個人躺都沒有問題喔 不要問我為什麼知道 旁邊這邊有蓮蓬頭可以洗澡 這個也算一種乾濕分離 因為廁所呢是在隔壁那一間喔 來是不是會自己敲起來的馬桶 哇塞 還認得我的聲音 免治馬桶 搬起來是用這種強力磁鐵錫的 這應該是電風扇跟空氣清淨機啦 但哪一個是哪一個呢 其實真卡爪看不太出來 喔居然有那個畫 亮起來吧 登登 哇塞 這個不是在IG上面常常推薦的嗎 難道現在要鬼轉置入一波 並沒有 小冰箱 上一次來我記得有不錯的飲料喔 上層 沒有 我們也沒有辦法買什麼冰品喔 這邊離7-7什麼都超遠的 但下面呢 補足我們的需求吧 兩罐口可樂還有兩罐水喔 哇塞 貴的那個水嗎 床好不好躺呢 哎呀 哇 不想動了 今天夜配就拍到這邊就好了 當地的防蚊液喔 香茅噴霧 來試噴一下 哇塞 是這種高強度的噴霧型的喔 很爽喔 噴起來超爽的 各位我們現在已經快到3點了喔 活動即將開始 那我一直沒有跟你們講喔 其實有沒有發現我的標題有FIT一個人喔 他一直沒有露面喔 就是我們的柳哥 我們剛剛開頭有講嘛 我們有找他一起來喔 柳哥來了 這一次你又受邀來到這邊 你有什麼想說的嗎 以後不要讓我跳日期了 柳哥每次跳日期都會嚇暴雨 莫名其妙 下次不找他了 現在要幹嘛 3點要幹嘛 弄香芬 弄香芬好 我們現在出發去香芬區 我們今天園區準備的兩項體驗活動呢 第一項是我們 他們會提供好材料 然後讓你自己手做麻糬 那我們的導覽呢 也會來跟我們介紹一下麻糬的由來 除了可以吃到自己手做的東西之外呢 還可以聽到許多有趣的故事喔 各位想吃我親手倒的麻糬嗎 沒有賣 以後也不會賣 不要催我 腦筋轉彎 我看起來像單身幾年呢 不行不能浪費 自己的麻糬自己吃 這樣就完成了 喔有甜喔 好吃 他們這邊還有購入兩台棉花糖機 這個也算在我們其中一項體驗裡面 那我們在體驗之前呢 他們會有充分的講解 不然你自己來玩這個機器的話 也有可能會不小心受傷喔 我們全部都是初次體驗 簡單的教學之後 每個人都可以快速上手 製作出稍微有一點像樣的棉花糖 完成 各位自己一手做棉花糖喔 自己做的比較好吃喔 這位大哥你怎麼吃起來有烤魷魚的即逝感 各位這邊有一個鐵盤喔 我們現在準備要來自己動手做披薩 沒錯你有沒有聽錯 相逢部落所以也可以做棉花糖 還可以做披薩喔 這邊在體驗教學的部分呢 當然呢都非常的熱情喔 而且講幹話也超會講的 在一片輕鬆的氛圍之下 你就可以把你的作品完成 我這個夏威夷披薩做出來的口味呢 跟外面賣的比 有超過87%的相似度喔 真的好好吃 最後就是我們的擴香食體驗喔 先選擇你想要做的造型 他們會拿出那個模具之後 再讓你開始選顏色 之後照著既定的流程往下做 就可以做好啦 那這次我們還特別加入了挑染的元素 讓我這一對翅膀看起來更帥氣喔 唉唷喂各位 除了棉花糖之外 我們還有披薩麻糬 還有下午的點心喔 太狂了 這些東西吃完等一下 還有晚上的大餐喔 我們這多靠遠欸 很怕那個應該背出完 不用擔心 我會剪掉 桌上那些手做的小點心 我們都還沒有吃完 馬上緊接而來 也有一個新的活動 摔碗酒 那摔碗酒這個文化呢 它是源自於中國古代 不管是做農的人啊 或者是一些準備要出征的軍隊 他們都會拿這個碗呢 接一碗酒 喝下去之後 就大力的把碗摔破 農人呢可以祈求農作物豐收 軍隊呢可以祈求這次出征順利 平安回來 藉由把碗摔破的這個氣勢呢 這樣摔不僅摔出了一份豪氣 也有人認為可以去眉運 喝了摔完酒 家裡啥都有 成功了 擊碎他 第二碗體驗 結束 耶 謝謝 喝醉之後這兩位低能兒 不僅思路變得簡單 連手腳也不靈活了 好了不要再獻醜了 趕快回去吧 是的各位這裡就是他的餐廳喔 非常的有氛圍喔 是一種叢林的裝潢 上面有掉很多那種造景的樹葉啦 然後還有一些有經過設計的 裝飾的燈 那其實他這邊呢 除了來用餐之外 他還有非常多的設施啦 來相逢部落度假呢 你完全不需要擔心飲品上的問題喔 他有很多種冰箱 不管你今天要喝啤酒 還是要喝一般的易開罐 或者是想喝鋁箔包的飲料 大部分我們市面上常見的飲料呢 這邊都有 簡直就是一個小超商啊 只要你喝得完的話 完全讓你喝到飽 那我聽這邊員工說的 他們最大的賣點就是 他們酒類喝到飽喔 不是剛剛的啤酒喔 是這邊有一個酒吧 沒錯你有沒有聽錯 調酒喝到飽 我稍微翻閱了一下他們目錄呢 他們至少有三四十種的調酒喔 不管是在市面上常見的品項 或者是他們自製研發的調酒 幫你們鑑定過了 都非常的好喝喔 調酒喝到飽沒聽過了吧 絕對讓你值回票價 那光在飲品上都這麼奢華了 他們吃的東西絕對不會馬虎喔 我們現在來進晚餐 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各位 大口喝湯魚刺羹湯 我大概90分 平常會吃到魚刺羹 就是圓環魚刺肉跟麵喔 大假的好吃 也有人說外補的更好吃 接下來主廚還抬出了一整隻 伊比利生火腿現場現切 直接切下來 除了大飽口服之外 也大飽眼服喔 搭配他們準備的紅酒 配著肉一口氣吃下去 肉的煙燻味再加上紅酒的香氣 調和在一起之後 味道非常難以言喻 是好吃的 但因為很少吃到這種料理喔 所以很不習慣 我們現在看到這邊 你可能會以為我們在吃排餐 並不是 這些全部都是前菜 我們今天晚上的其實是 燒烤火鍋海陸大餐 伊比利豬梅花 還有烤肉必備的豬花 烤肉用的牛肉片 居然全部都是和牛的耶 太爽了吧 海鮮方面不只有 鮭魚、菲利、生蠔和波斯頓龍蝦 甚至連雪場蟹他們都把它抬出來了 除了海鮮肉品之外 還有當地種植的新鮮食蔬 可謂是一應俱全 不管你想要拿下去火鍋煮湯 或者是用燒烤的 全部都可以 又來喔 鯨魚、蛤蜊、鹹蝦、生蝕及干貝 天啊各位太扯了啦 想不到這麼豐盛吧 一個晚上的價錢呢 講價錢就傷感情了 自己去官網看 記得我的那個資訊欄 全部都有寫他們的資訊喔 到他們官網自己去喔 有不確定的 就是打電話到他們櫃台 工作人員都非常的親切 也可以幫你解釋裡面所有的細項 有問題 打電話就對了 我趕快先去吃了 來就是和牛先下就對了啦 這邊烤肉是用這種銅板烤盤 在我們大口吃肉 填飽柱子的同時呢 工作人員也會溫馨的提醒 像這邊有很多調酒 歡迎點酒來體驗 又或者是隔天早上的行程 活動的時間表 都會不厭其煩的提醒我們這些住客 怕我們一個不注意忘了 那就真的是虧大了喔 說到喝酒 終於又來到這個環節了 這次我請酒寶幫我們做的調酒 大部分都是他們這邊比較獨特的調酒 看到這邊很多不同的漸層色 這都是他們員工自己研發的 我每一杯喝起來都覺得很不錯 有興趣的朋友千萬不要錯過 這是我今天的第二杯喔各位 真的好喝 這杯不錯 自創的叫做天使惡魔 推薦點一下 真的不錯 真的不錯 這是我今天的第三杯了 小妹妹各位 第四杯喔 各位我們這一杯 青天白日滿地紅喔 先跟他敬個禮喔 直接把它喇散 你們畫面上可能看的還好 但我自己看起來是偏紫色的顏色喔 今天的第五杯 藍色珊瑚椒嗎 再來一杯 最後想要來一杯特殊的調酒 做為結尾 我們的帥哥酒寶 就幫我做了一杯特調 謝謝我們的阿仁兄 他這邊服務非常好 來的話找他沒有問題 還是要經過廣房來 OK謝謝 謝謝 在這樣快樂的餐食體驗之後 天色也漸漸晚了 帶你們來看看夜間的營區氛圍 各位我們吃完晚餐了 然後喝完調酒之後 我們就出來 來取一下夜景喔 旁邊有很多的青蛙的叫聲喔 因為這邊比較野外喔 所以可能會有一些 爬蟲類啦 昆蟲啦 比較常見 那也不要見怪 畢竟我們都來到這種大自然的地方了 那我們現在大概接近九點半喔 他們其實九點半附近 還有一個宵夜的活動 那我們實在是吃不下了 那宵夜呢 還是要幫他們講一下就是 他們會推出三個簡單的下酒菜 再加上一個炸物拼盤喔 那因為內容物呢都是不一定的 有可能有毛豆啦 有雞爪啦 可能炸物雞米花啦 雞塊啦 翠鼠啦 都不一定 所以沒有辦法給各位一個明確的名單 但也沒有關係 有提供呢 這個也是我們的 市史裡面的一個史喔 一博市史嘛 那我現在來看這個晚上燈光呢 其實蠻漂亮的 雖然我現在撐著雨傘喔 但其實晚上呢 在下雨天呢 也別有一番風味 所以我們這一次來呢 時候是下雨天比較可惜一點 但因為園區方呢也是很用心的 幫我們準備了很多的活動啦 盡量避免我們都來到這種 已經遠離城市的地方了 結果你還悶在裡面追劇 都是很用心的 那不要以為我們這樣就結束囉 明天早上起床 我們還是有新的活動 就是打期斷 明天早上就知道了 希望我不多 讚喔 呵呵 所以我們就回去房間裡面 稍微玩個桌遊 灌洗一下我們就早早入睡了 養精蓄熱個點早起才有精神喔 各位早安喔 我們現在早上八點半喔 一定要來吃一個活力早餐 我們現在天氣非常的好 所以理論上應該會達到期待 那一定要保存好你的體力喔 那我因為昨天下大雨嘛 我一次有一個難言之隱 就是我的鞋子 天啊老哥 我的鞋子怎麼變成這個樣子 真的是非常的慘重喔 好啦話不多說 我們趕快先去吃早餐 看一下今天早餐的菜色長什麼樣子 對…各位 吃早餐之前 我發現它的床居然連夜搬出來了 是的 哈囉 昨天我們來最後一區的這個大草原的時候 並沒有這張床啊 而且那個浴缸也沒有 是什麼時候搬出來的 其實昨天下雨的時候你沒注意看 它就靜靜的在旁邊看著你 時隔一年多 這張床還是一樣嗎 來 唉唷 欸其實 怎麼有點濕濕的 還是早上的露水嗎 我也不是很了解 連這個浴缸都回來了耶 然後來這邊呢 就會有很多這種小造景可以拍照啦 因為我現在白天在取沒有下雨的景喔 突然想到 這邊有一個河濱步道 算是他們自己的一個 小小愜意的一個小秘境喔 因為 昨天下雨我就不太想走 今天沒下雨 帶大家來一探就近 其實我這樣看啊 它就是他們在這邊有做一個小小的秘境 有一些石階梯啦 那重點呢 不是在這個石階梯喔 重點是在這個石階梯旁邊 這邊有一個小小的溪流 哇一大早拿這種綠色世界喔 心曠神移 空氣非常的好喔 大蝴蝶你要入鏡嗎 天啊 這裡超多蝴蝶喔 這個蝴蝶都是野生的喔 就不是我們之前去的蝴蝶公園那一種 人家養的 畫面可能沒有很好看喔 但我這邊看是滿山滿谷的蝴蝶 超壯觀的喔 嗯 今天的景就是讓人心曠神移 不管是鮮煙度還是明亮度啊 雨天都跟它不能相比喔 那在稍微踏踏輕之後我們的早餐時間也到了 八點半到九點半 你可以先選擇中式早餐 或者是西式早餐 今天我吃的是中式的灌勺 選擇的是西式 各位雖然是一個簡單的早餐喔 但也不馬虎喔 它的菜色非常的多 其實我們有很多就是 平常看得到的早餐那種小菜 比較特別就是這個 土燒鯛魚 早上吃這個不會太重鹹嗎 但整體來說 最讓我驚訝的還是這個 竟然還有沙拉 但我喜歡 你給我 我就一定把它吃掉 太爽了 除了我們餐盤上看到的這些東西之外 他還有準備了烤麵包機 早餐喜歡吃吐司的人呢 都可以去烤一片來吃 當然飲料也隨你啦 在開心的吃完活力早餐之後 終於來到我們最後的活動了 七彈射擊 各位我們到了七彈場了喔 但我們今天要打的 不是這種對戰場喔 因為我們 兩男兩女來喔 如果打到不該打的人呢 可能回去會有點難受喔 所以我們今天決定打那個定點把 但如果你們來的話 一樣可以跟這邊的人員 確認一下你們要打哪一種的七彈 有沒有聽到一個 噗噗噗噗噗的聲音了 他們現在正在教學喔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的七彈的練習場 一定要滿把對吧 柳哥 我給他丟那個兔子 等下全部就交給你打他了 我要打後面的九瓶 可能打中的話 他會送我們一送我們九 你打中兔子了 要送兔子 七 一 二 有了七一二中了 就說我以前當兵都滿把吧 射個九瓶給你們看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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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百發百中 現在看到這個畫面呢 是我在試槍啦 才不是什麼炮槍呢 體驗完了各位 還蠻刺激的耶 打這槍就好 我怕我們打錯了回去要跪 讚喔阿冠 求生育拉好拉滿 那打完七彈之後呢 我們就回去整理行李 就緩緩的離開相逢部落囉 因為我們全程是搭大眾運輸工具來的 所以回去也是需要給他們接駁喔 服務真的是非常的周到 以上的畫面呢 就是我們這一次兩天一夜的豪華帳篷之旅 全部的行程阿 當然還有一些美中不足沒有體驗到的 像是竹筒炮 因為天氣的問題呢 怕竹筒會氣爆 所以沒有體驗到 但我們還是有帶走很多的體驗跟回憶 甚至還有帶一些美食回去吃喔 我們沒有浪費喔 那我自己因為是第二次來 這一年半左右呢 他們改變的也非常的多 改變最多的 我覺得是帶領活動的熟練度 真的辛苦相逢不樂的員工 在整體的服務上呢 非常好 幾乎就是有求必應 而且也很熱情又親切喔 讓我感覺好像回到了自己家一樣 這兩天一夜呢 玩的是非常的開心 如果你也想要享受這個 頂級奢華般的帳篷生活呢 非常推薦來到我們鄉縫部落 在資訊欄呢 有提供他們的聯絡方式 好好的來一場 蓄謀已久的露營 如其而至的快樂吧 那就喜歡這段發展吧 喜歡的也會喜歡 那也可以幫影片分享 你覺得會想看 兩天一夜奢華帳篷錄的朋友 下次再見阿 大家掰掰 買了一個小火 字幕提供 在拍攝粉絲 戰爭 垂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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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